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4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今天也是農曆年 3月18 今年是甲晨年 今年是農曆 這一節 我們鏡頭一轉 要去研究 是位於美國 發生的事情 這件事跟全世界都有關 就是事源 近年 是不斷冒起 吸收了大量的 鬼佬客戶 中文叫做 字節跳動 這個叫做TikTok 在美國正式 被 美國政府禁止 最新的消息 在美國的TikTok 將會 是神封式 的玉碎 這個字 又是中文 零為玉碎 又是日文 日文 寫法一樣 我們到 現在仍然可以看到 日語的漢字裏面 有很多使用 跟我們 認識的中文是一樣的 當然有很多漢字的用法不一樣 但是日本 的漢字部分的用法 其實比我們現代的中文 是更加貼近 那個中文字 漢字 是古代的用法 一部分漢字 就是我們用了前面 他用了後面 例如停止 我們中文喜歡用停字 日文 是用指字的 這節說回 是TikTok 為甚麼叫做玉碎呢 就是寧願 繼續作為玉器 寧願被 打碎 也不肯做瓦片 這個字節跳動 TikTok是在美國被正式禁止的 而TikTok 在美國的市場也相當龐大的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雜訣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同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記得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請各位不要掉以輕心 記得安裝VPN 還有安裝了 記得打開 講講TikTok是甚麼 大多數香港 的黃絲 應該都不會開TikTok的 TikTok是怎樣的呢 我已經做了詳細研究 TikTok 是徹底 是對著美國的YouTube 來開戰的 大家應該也留意到 近年Facebook 也不斷地做短片 短片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現代人 覺得做甚麼都很浪費時間 我要快點 我要懶人包 懶人包太長了 我要懶人包的懶人包 懶人包的懶人包也太長了 我要懶人包的懶人包的懶人包 還要看攻略 這就是現代人覺得自己 很開心的收集攻略 覺得自己 存齊了最新的資訊 簡單來說 其實看影片 短影片就是一種收集攻略 當然你是否真的掌握了資訊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當然覺得 這個世界如果 有壓縮 不用高清 其實你永遠都不用看詳細版本 也不用看高解像 你看最低解像就可以了 為甚麼你要看高解像呢 當然有原因 這個真的是一個生態的改變 有很多人覺得快了是開心一點 所以這個TikTok也是應運而生的 他徹底把整個版面的設計 跟Youtube是一樣的 但裡面的影片 通常都是短片 而且通常 都是一些無聊的短片 但是 他掌握著 人的天性 你看完某條短片 他就會給你 最相關的無聊影片 即是說 其實現在 的搜尋器 的演算法 我們暫且不要叫他做AI 雖然現在高級程度的演算法也相當接近 類似AI的運作 即是說他是真真正正掌握著 你的傾向 所以他給你相關的搜尋影片 其實真的是掌握著你的後面 其實大家都留意到YouTube也是相同情況 但是YouTube 仍然 是有不少偏差的 Youtube 的典型問題當然就像 我們現在一樣 就是 傾向的影片 時間是很長的 對於很多人來說 尤其是 跟我們現在 網台 還有網台聽眾的習慣不相同 網台的聽眾 多數 是以前喜歡聽電台廣播的人為主 尤其是我們在外國的聽眾 多數 就是覺得時間 很充裕 可以用很多時間 慢慢去享受 聽節目 一方面可能在聽節目 另一方面在做其他事情 打開很大聲 例如可能在掃地 做其他家務洗碗 所以我們的定位是很清楚的 我們也不可能天天拍30秒的短片 做些無聊白癡 然後 去吸引大家的眼球就算數的 我們覺得根本這樣 不是 真正正 提供有用的 資訊 大家 開講也有說 就是一定要花時間 去聽人 說話 甚麼原因呢 我到今天 就算再不願意 有時 有人跟我說話長篇大論 我還是會花點時間 細心 聽一下 就是因為人家說話其實永遠 你一定有 有用的東西拿到的 除非那個是地產經紀 基本上他跟你說一大堆東西 全部 都是陷阱 真的叫做小心Sales Sales除外 無論那個是權貴也好 是專業人士也好 又或者是一個普通平民也好 你花時間去聽人家說話 你一定有得著的 正正 這種 最新 現代的傾向 就是我不想花時間 總之 我盡 最大的努力 在最短時間之內收到 最多的資訊 跟攻略就覺得自己很厲害了 這個是現代人的傾向來的 亦都是一大群年輕的傾向來的 年輕通常有甚麼願望呢 就是希望自己掌握給成年人更加多的資訊 就不用經常被長輩 或者是年紀被自己大的人 好像感覺上欺壓了 正正就是因為這種 這種想法 想走捷徑 其實 這個世界 其實真的沒有捷徑 你覺得看了很多攻略 就覺得掌握了世界 其實是不可能的 也說得簡單一點 如果不是有人花了時間 去消化資訊 去做了整理和分析 他也沒有辦法 做到攻略給你的 你也更加不知道那些所謂攻略 還有短片 是不是正確的資訊 所以這個世界 是沒有捷徑的 當你年紀大一點 你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也經常告訴聽眾 我們這個節目 也是不算非常長時間的節目 來的 所以當然我們沒有可能跟一個 很長時間 的深入分析節目 去徹底相比 即是說 我們很難做到 可以像一個 一小時 的詳細分析節目 是分析某一件特定的事件 我們正在做的一個平衡 即是說我們保持著節目 對那個時事 對那件事情 有詳細的解說 但是 我們也要平衡著 因為我們目前這個節目的定位 不是打算 是要做一個 一個小時的研討 超過一個小時 其實某個程度上是研討會來的 我們說回TikTok TikTok現在 是說寧願關閉美國營運 都不願意出手 所以又是教大家 不要那麼心急 教大家閱讀內浴 其實你覺得 TikTok是不是真的叫零為肉碎呢 這個標題我特意開的 因為我特意想誤導你 其實你想想 TikTok其實根本不算賺錢的 為什麼 你也要抱著這個Algorithm 演算法 其實 很明顯 TikTok的背後就是中國大陸 TikTok很明顯 就是要對準著社交媒體 例如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等等 對著來打 目的 就是要 在科網 社交媒體 是要跟美國對抗的 中國大陸的這些大白象有甚麼特色 就是其實他本身 是不能盈利的 只能夠佔有市場 跟中國大陸的小米 的SU-7是一樣的 SU-7真的沒有改錯名 賣一架虧一架 你想一下那個鞋子 叫甚麼 他為的目的是甚麼 他為的目的就是要對付美國 基本上那個企業的盈利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算 TikTok是出售 亦不會有人用一個 使他可以獲利的狀態 得到這個東西 基本上這個TikTok是對著美國來打的 基本上 是國家武器來的 所以表面上看 最新的報導 說這個 美國業務的TikTok 零為玉碎 其實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其實 他 是關閉也不會賣給你 就是不想洩露 他的內部機密 而且賣了給你 根本是沒有作用的 根本也不會賺錢 本身科網巨企 例如社交媒體 很多 都是沒有盈利的 他們 靠的是概念 靠的是市場佔有 然後 才在裡面 嘗試找盈利 例如Facebook Facebook不斷收人錢賣廣告 Facebook也是其中一個 是騙案的重災區 就是因為Facebook 是沒有辦法 在裡面 找到大量的盈利 所以攬收費 而當中 大量付費在裡面 出廣告 多數都不是正經相互 他跟中共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不言而喻 基本上 中共是不會有一家大公司 在裡面沒有黨委的 無論他怎樣澄清 說跟北京無關 實際上 跟華為一樣 是徹底 被北京控制住的 當初的焦點 就是到底自此跳動 會不會把用戶資料跟中共共享 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這個是觸錯用神的 因為 真真正正的TikTok 對美國最大的殺傷力 就是他可以操控 美國的輿論 以及資訊 而不在於 要收集美國 用戶的資料 所以 當初 調查自節跳動的方向 我認為是錯誤的 社交媒體 最大的殺傷力 不在於 你收集了多少個用戶的電郵 而是在於 他可以透過他的演算法 去影響輿 這個才是社交媒體 對世界輿論 尤其是有選舉的民主國家 是最大的影響來的 這個問題我們當然會和大家繼續緊貼著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我們來講解 感谢观看